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終於展示我的英國之旅了 第一條的英國片就是想說一下 我在London住的這間Hostel 希望大家會喜歡 Hello 大家好 現在就是第二天的早上 我想未來幾天早餐都會自己做 可能晚餐會不會外面吃 如果不會我都可能會自己做 現在我們不如說一下 我們的房間 這次我住的就是在 Breaklink 那個站 我也蠻滿意這間 因為我覺得它很乾淨 設備也很齊全 今天我們先說一下房間 明天再拍下吃東西給大家看 因為趁這間房間的 Roomage全部都已經出去了 所以我才有機會拍 所以就這樣說一說 我這間房間昨天有三個 外國女生 但我睡得超舒服 因為同房間的三個 房間他們都很友善 而且他們很安靜 他們不會吵到你 因為我第一個先睡 我跟他們說完睡覺之後 我睡著了之後 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幾點上床睡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洗澡 已經一覺睡到大天亮 睡得超舒服 我們看看房間是怎樣 還有為什麼會這麼舒服 我們現在去門口 這個門口一進來 這邊就是洗手間 很好啊 因為這間房間是六個女生 一間房間的房間 它有自己的浴室 還有自己的獨立廁所 所以我們分享的 最多都是跟六個女生分享的 我們看看這裡 因為用完還沒收拾房間 還有幾個女生一起用 但環境都算乾淨 洗頭水的那些都放在這裡 然後出來 旁邊呢 旁邊就有洗手間 它分開又很好 因為很多外國女生都習慣 是早上才洗澡 所以就變了它分開又好 然後外面門口也有另一個洗手盆 你會看到洗手盆這裡 可以用來化妝和洗臉層 然後看看房間 房間真的超級滿意 這邊會有各人的鎖屋 只有你自己的鍵可以開到 會有露架床 六張床 因為有些女生已經檢查了 所以都要比較亂 那不如看看我的位置 我的位置就是這裡的下格床 它的床鋪就會是自己鋪的 它會給新的枕頭套 床粒那些就自己蓋了 那我自己的話 我就一定要有一個頸枕 因為我睡枕太軟了 我會睡不著的 然後它很好 這裡會有USB的充電線 也會有三腳 我自己放一些食物 梳啊 眼鏡啊 這樣就在充電 還有我自己就掛了衣服 毛巾在這裡 因為我不想它們上升 所以就把它們掛起來了 然後我的行李就放在旁邊 因為大家都很整齊 即是不會有些東西 真的也是的 他們就每一天收拾完 那些東西就會放好 那這裡就有我的包包 我的拖鞋 這樣看出去的景色 真是美得不得之了 一打開窗 就會看到這個景色 那下面呢 看到這個位置 那大家可以在這裡聊天 其實這裡的旁邊 進去附近呢 就是巴 那對面呢 這個洞洞呢 就是洗衣房 可能有光看不到 那些人吃煙啊 喝東西 就會在這些位置那裡玩 還有呢 這裡很好啊 每天都有姐姐收拾東西 那呢 每一道門呢 都會有一個鎖 鎖住的 一定要拍攝才可以進來 那 所以我覺得 是蠻好的 就是呢 例如好像這裡那樣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按鈕 要按了才可以出去 外面呢 就會反而有一個 鎖 你一定要有一個門拍 你才可以開得到 所以其實也挺安全的 而且我住在小火 我覺得是 真的很棒 然後呢 然後這裡呢 這裡呢 就是下去 就是巴 這間hostel的位置 就是在 Orgay East這個站 去Break Link 和去Tower Bridge 都很近 走都走到過去的 那一出了Orgay East這個站 那大約走十分鐘左右 就會到的了 沿路呢 都會有兩間的超級市場 是非常之方便的 但是夜了會有少少少靜 那所以如果你好像我 那一個女仔去的話 最好就不要去到太夜才回來啦 另外這裡是會有FreeWiFi 和每日都會有新的毛巾提供的 那這一間呢 不算很貴的 但也不算是很便宜啦 中頂價錢左右 大約呢 就是三十幾磅一晚 那如果你是旺季去的話 可能會再貴得少少少 那每一晚回來呢 我都會在巴巴裡坐下 上下網 如果那一天沒有出去吃飯的話呢 那我就會買些東西回來廚房做啦 那它還有一個室外的地方 可以讓人家呼吸 和聊天的 那平時因為這個巴裡面 那些歌是超大聲的 那在房睡覺都會聽到 但是不知道是平時去到 1點還是2點左右 那巴巴就會關掉了 那可能我每一晚呢 都太累了 所以呢 我不覺得它很影響到我睡覺 那時候呢 職員就給了一杯 free drinks的QP 那晚上回來 又不想睡著 又不想吵到同房 那都會在巴巴上下網 有時碰到同房 就一起聊聊天 那再加上呢 吃煙的人都會出室外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巴巴是很舒服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都想繼續留意我的英國之旅的話呢 希望你們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